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那这件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函数怎么用 前面咱们说过了 对于一个什么 对于手车来 手车来说 这里边函数给我们提供了几十个 对不对 咱说了 其他库里的函数 你只要按照你的需求去学就可以了 对吧 你要是从头到尾全学的话 然后再满足你的需求的话 有些函数这辈子用不上 对吧 那咱说PHP像这函数比较多的话 咱还想全学 怎么办呢 按功能去学 先把相同功能的函数找在一起去学 是什么 那咱现在这节课要学的功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跟数据结合值操作有关的函数 对吧 操作数据结合值 那虽然这分类的名称不太好听 但是也容易理解 对不对 数据无非里边的元素就有戒和值组成的 对不对 那跟戒和值有关的 那在找手车的时候怎么长呢 怎么学呢 咱说了 一个函数 咱们只要知道三方面信息 这个函数就可以收入 对吧 第一个就要知道什么 这个函数的功能 因为函数的功能决定你你干嘛呀 用不用这个函数来完成我的项目 对吧 所以呢 必须先知道功能 比如说 我现在想分割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想从数据里边查找东西 对吧 那你就用第一个能查找吗 对吧 他不是干这个活的 对吧 功能决定干哪活 比如说我想从数据里查找东西 看一下 那你就这里边 按后边的描索 我就不说了 那一会咱们会找到的 得按功能去找 第二个 知道这个函数是完成这功能了 第二步是得用了 对吧 对 没得说对了 得学会参数 而不是知道函数名 你就怎么调用 对吧 一定要知道参数怎么存 怎么正确的存 必须按各种按类型 按参数的什么 是否有引用 是否有什么关系 对吧 才能正确的使用这函数 对吧 调用完之后 怎么处理 那就得看反正值了 所以学习一个行 怎么应用 很简单 对吧 你会一个 那你科会 十个一百 都是一样了 再从一样 功能 函数的参数 反复值 对吧 那好 那我们就按这个 四数去查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按键和值的函数 有哪些呢 首先看第一个 V6 对不对 看下在手册里在哪呢 找到 当然你可以搜索 我这一个例表 我这一个例表 我就不搜索了 是不是这个 你看 先看它的功能 上面写上了 干嘛的 函数 返回数组中所有值 对吧 返回数组中所有的值 对吧 那 不管它下标是什么 对吧 那猜数呢 就是一个数 就是你要 得到这个数组中值的 那个数 对不对 那返回数组中所有值 什么意思 对吧 那拿出是不是多个值 返回值 是不是也是一个数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那你看好了 手册里边会 非常详细的告诉你 功能是干嘛的 对吧 然后参数是干嘛的 对吧 然后还会告诉你返回值 然后手册里边 还会给你 给你一些例子 对吧 然后你看到这例子 就能把它看得懂 你就可以参考着去 对吧 然后你也可以干嘛呀 它也会给你一些 相关的函数 就是学这个函数的时候 那跟它相关的函数 有哪些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先 既然用了第一个 不管它难也好 简单也好 咱们都做实验试一下 好吧 这样的话 帮助大家记忆 大家不听的是 刚刚学习吗 如果大家是 呃成熟 皮皮成熟的 就是一个函数来说 一大眼就知道怎么用 对不对 嗯 来 我们把这个 打开 好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语言 对吧 有什么 皮皮 这是这几个手字母组合 对吧 这是一个数字 现在 下标这是一个关联数字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情况操作的时候 不能用关联数字 只能用索引数字 还记不记得 类似的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它是不是只能接收索引数字 不能接收关键数字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需要把这个数字的值都提出来 对了 值全部提出来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数字 那怎么办呢 $AR新数字看一下 先打一下原数字 %R$RMP 那么原数字输出一下换行 对吧 然后我们用什么呢 用ARY下游线 这个函数是不是反应数中所有值 对吧 通过还是个名字你们看的这功能对不对 我只要存LAM 对吧 那先看一下 原数字就被改变了吗 我答应这两数字是一样的吧 好 我们试一下 看是不是原数字被改变了 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值点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只把值给我们提出来吧 对不对 所以说好多函数都不是在原数中进入处理 因为咱们参数看到的不是引用参数 对不对 一般的是引用参数 就是将处理完之后 原数字就跟着变了 对吧 原数字保留 而是反回来到新数字 AR是新数字 这个新数字的值被提过来了 你看AR 来我们来 进行一个 是不是就变成了 利益4R87COP 是把那光连数字变成所影数字 那如果不是光连数字的话 假设就是所影数字 下标数字有可能还不连续呢 如果我用这行处理的话 肯定得到的是一个下标连续的所影数字 这样的话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工序换去处理啊 对不对 或者是咱们按随意处理东西 什么都可以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改成后函数了 我也可以干嘛 你看我不那么多 我也可以这么去做 直接用利息还记得利息的 是不是只能接受所影数字 从你开始的 身边一个操作系统 身边一个web server 对不对 身边一个db 身边一个language 对不对 你看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能把它转成变量了 按变量去操作这个 然后这块是web server 然后这块是db language lngu 看一下 我们去回家 是不是这四个就转成四个点亮了 所以这个函数是不是在实际中也是非常多的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 就是咱们这个函数的功能 按照这个函数 那妹子 是不是可以根据手册的功能来学一下吧 那看着手册我们查到这个 它给我们说明是所有了 还有一个谁啊 是个参考啊 这肯定也跟见值有关的吧 刚才是返回所有的什么值 这个是返回数中所有的建议 对吧 也就是返回所有的下标 对吧 那这个参考的位置什么意思呢 带综号了 可选 可选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想用它 如果可选的 你就是用的时候可以不动的 对不对 那我直接使用 我这话吧 printer 向前啊 咱也知道 这个肯定是返回的速度被变了 对不对 那我直接在这使用 ary 下号线 pys s dol dol 看一下 这一个 我们现在能得能不能得到所有的见面 是不是得到所有的见面 操作系统这个如果是所有数据也是可以的 对吧 那现在这个功能如果达不到你的要求的话 对不对 那咱们再看一下 对于这个函数来说 有没有第二个可用参数第三个呀 是不是有啊 那第二个是什么 那直接看看看不出来 按这里面说的 你看 如果指定了可选参数这个 是不是说的是第二参数 则返回该职的见明 什么呢 比如说我现在只想返回 这是第一种全部返回了对不对 对吧 这话是全部返回所有什么 见名 是这样的吧 现在 看一下我这话 还是打人这个 现在我就想返回阿帕奇的见面怎么办 对 我只要把这个参数 这样参数 APACHE 对吧 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直返回了阿帕奇的见面了 对吧 那如果有多个呢 这里边直是不可以重复 对不对 我比如说这话 是WS 这话直也是阿帕奇 APACHE 对吧 或者我A小写的 你看小写的方方应 是不是区别大小写的 是不是直接只找到第一个 对吧 那如果大写的呢 他来到区别大小 对不对 那我看一下 我找到几个呢 是不是找到两个 只要是阿帕奇的见面 是不是都找到了 因为直是可以重复的 对吧 那这是 第几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对不对 那第三个参数又干嘛 干嘛 因为PFP是弱了一层的 对吧 比如说 这里边我有个数字 NUM 里边直是10 对吧 还有个A 它的直是10 两个是不是都是10 现在如果我搜索10的话 看一下 是不是搜出两个下标 程序这会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多号的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小心一下 是不是 这两个下标都挽回来了 但是如果我第三个参数存个真的话 就什么 严格按照横等去掉 也就是不光内容相等 内容也得相等 类型也得相等 内容相等 内容相等 内容也得相等 对吧 加个真 你看一下 这回我们再试一下 找到了 是不是只有AA 也就AA 虽然都是10 但是AA指的什么 是不是字不串的10 对吧 如果我是去的字不串 找的是哪个10 对吧 整数的10 这话是严格按照类型 NUM在对吧 对吧 所以这个函数会比 刚前面学过的 是不是稍稍苦代一些 好 这就是我们这里边介绍的 两个比较有用的 PIRP什么 处理函数 对不对 当然建制函数咱没处理完 这只是先介绍两个 对吧 其他建制处理函数 咱们下课咱们再介绍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课咱们就先见到这里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